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論盡香港》的《論盡頭條》 我是家偉 今天想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離譜無視中央警告 林鄭拒絕壓倒性一切的任務指令 那麼復常派更加冒起說要倡議開放和放寬限聚 那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喜歡也好 幫忙按個讚 另外幫忙訂閱我們《論盡香港》 按旁邊的鈴鐺 剩下全部的話 我們一有新片 而YouTube開心上來就會派片給你 如果你在看Facebook 也希望大家可以讚好我們的專業 做我們的會員就更加開心了 做會員的話 我們會有一些會員專屬片段送給大家 另外還會有定期的會員抽獎 希望大家踴躍做我們的會員 最後希望大家都是會下面踴躍留言和分享影片出去 令到更多人都會知道和一起討論 我們國家 我們香港和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有看過昨天嘉偉的影片都應該知道了 習近平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當中自開會議 而我們的國家主席習近平也是做一個主持的 在會上也分析了一些新冠疫情的形勢 也是說就在全國某一些城市省份 如果發現有官員失職的話 是嚴格地處理和問責 並且再說說在這個口岸當中要做一個非常嚴格的防控 防止外防輸入 同時也要做好這個內防反彈的措施 要看回如果那個地方是非常疫情嚴峻的話 就要將防疫工作設為第一位 其實我們國家正在幫助我們的話 基本上嘉偉不用怎麼說的話大家都知道了 香港需要什麼 我們國家有求別認 照單全收 你說沒有菜吃嗎 你說菜價很貴嗎 沒有問題馬上給你菜 你說沒有肉類途措員嗎 馬上派那些肉類途措員給你 你說醫管局醫院沒有人搜 不要緊 馬上給前線醫護給你 你說只有六路的話 支援不中不要緊 六路 鐵路 水路 三路都給你 你香港缺什麼的話 你需要什麼的 中央盡量滿足我們香港的所有要求 你要支援什麼的話 全部幫你 還要是火速到位 夠不夠 幫你香港 還有啊 香港 受到我們中央的支援之下 其實大家都感覺到中央的支援力度非常非常大 但是有些是堅定不移的就是我們國家仍然堅持一國兩制的方針 堅持在一國的原則之下和尊重兩制的差異 落實中央是說全面管治 但是同時保障我們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 不夠啊 大家再想想 其實現在做這麼多 我們中央為何幫我們香港做這麼多事呢 就是因為做一件事 很簡單就是要打好這場逆戰 只要你打好這場逆戰的話 香港 香港自治然而可以說繁榮穩定 然後亂變治 同樣地對我們香港官員來說 是啊 沒錯 香港政府是要擔起主體責任 我們不可以每次都要很負面地想 哎呀林鄭又很壞呀 什麼什麼什麼 反過來想 其實如果我們香港政府做得好的 喂 主體責任 你做得差就要問責 做得好 不稱讚你非天嗎 一樣啊 家瑋我本人不是天生出來就是喜歡罵人的 你做得好我稱讚你 好了 那究竟現實來說 香港現在的造成怎樣呢 香港 在這段時間的話 我們看到林鄭 對於我們中央的支援的話 哎呀有接受 也有感謝 每一次是說現在每一天 私遊出11點鐘 拿一支咪去唱K 感謝中央啊感謝中央啊 是不是 也說見到我們內地的工作人員來到香港之後的話 就說在關口上鞠躬 感謝 也說一說之後 好像有些眼淚水飄出來 是 夠了 但是你現實造成怎樣呢 我們香港的防疫工作 一塌糊塗 現在是說嚴重到是把這些病情傳染到我們內地其他城市 我們其他城市的網民 國內的市民 是直接罵我們香港的高官林鄭 林鄭呢 不要看 不要聽 不要相信 除了林鄭說這九個字是回應我們內地網民和香港網民之外 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這九個字林鄭呢 都是跟我們國家和中央說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究竟林鄭是不是真的把我們的防疫工作擺在第一位呢 大家想想 林鄭在這段時間的話 我們看到是錯流百出了 香港已經是爛了 差不多了 他之前在防疫記者會當中說 我強烈地感覺到市民對於防疫政策容忍的不斷下降 也說他認為現在香港金融機構對於香港的隔離措施失去耐性 所以他又會做一系列的措施 例如什麼禁飛令啊 入境安排啊 全民檢測啊 服貨等等當中 會做一次評估 下個星期告訴你會怎麼做 他說完之後 開始有其他的復常派出來說話了 復常派綜合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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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那其實他那些復常派說了什麼呢 復常派我不說人名 自己歡迎對號入座 他們說了什麼呢 就是說 希望在四月份的時候 有秩序放寬這些所謂的限聚令 重振經濟 然後也有些人說 香港要繼續動態清零 但是如果你繼續說 壓制香港的經濟的話 只會越來越錯 其實這些復常派的話 他不是單單一說 林鄭你立刻放寬 不是 我發現到他們所說的話 我再重新說一次 我不會說這些復常派有哪幾個 你自己呼應對號入座 自己想起 近來有很多政界商界不同的人 不斷說晚上有糖吃 或者說快點跟國際接軌 甚至乎 罵林鄭 但其實他們都是幫自己的利益團體去說話 在家衛我自己本身來說的話 我認為這些復常派就是借著罵林鄭 罵完之後 就跟林鄭說 喂 你只要做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就可以了 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你不想我這個界別罵你 那你就放寬 你放寬我就不罵 為什麼我罵你 因為你沒有放寬 其實說真的 究竟我們香港應該要怎麼做 才可以真正做到我們國家 我們中央想我們做到的事情呢 很簡單而已 打完逆戰而已 那打完逆戰應該要怎麼樣 第一 你不要亂聽專家亂說 哎呀 預計什麼時候 就是有多少人確診 哎呀 預計這些數字的話 會慢慢慢慢幾何上升 哎呀 現在應該是高位了 現在這個高位應該會維持一段時間 如無意外應該可能有機會 什麼時候就會下降了 喂 六月啊 六月應該就會回到三位數了 喂 數字滿天飛 什麼來的 最簡單來說就是 不要聽 不要理 你聽這些資料有什麼用 有什麼意思呢 林鄭 幫到你什麼 最簡單你要知道的數字是什麼 是現在確診數字 第二個數字你應該要知道是什麼 就是 究竟後面有多少個感染群組 有 早發現 早治療 嘛 這兩個 這個是金科玉律來的 早發現 你能不能發現得到 我看到有做什麼遺風強檢 你做了多少座樓啊 你不要忘記 你的遺風強檢現在是弱化版的 什麼意思啊 各位 大家記得 如果以前是說第一次做遺風強檢的時候 是做什麼啊 葵涌村 當時有的話 他是看回 有污水樣本有問題啊 這些座樓有問題啊 不是啊 看一看 旁邊那座也有啊 一次封兩座 甚至乎有一次遺風三座 最後慢慢演變為現在只是封一座 或者是說 三座分開分階段是封 為什麼會這樣啊 哎呀 原來人手不足啊 又是 又回去了 十八萬公務員去了哪裡啊 哎呀 家衛你不要整天說公務員 公務員其實很慘的 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香港政府有很多要做的 哦 原來是這樣 那不如香港政府說說 這十八萬公務員的安排是怎樣的 啊 最緊要你說 究竟有多少個公務員在家工作 某些部門又說 哎呀 我有四成人已經確診了 嘩 四成人確診了 誇張過我們香港現在的情況啊 不如你說說你哪個部門啊 你哪個部門是說會確診數字這麼高的呢 這個我也很想知道一下啊 第二件事 香港政府由頭到尾都仍然走回以前那條舊路 是啊 沒錯 政府依法施政 我不能夠說你錯 但現在這個非常時刻 你仍然用回說 我依法施政的嘛 究竟足不足夠呢 我們香港 到現在這一刻 大家想清楚 我們賺光了 如果我們香港 以一個內地城市相比來說的話 香港是打壓了十八層地獄金制 留意一下 我們國家 我們中央 對著我們香港 非常非常之好 有任何的批評 治理上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是客氣氣的 但去到今次的話 這個不滿真是去到頂點 已經再沒有任何客套的說話 是無遮掩的 是批評我們香港政府的了 但問題是 我們香港政府受不受教啊 受不受聽啊 一句說話我們近來經常聽到的就是 莊瑞的人你怎麼叫都不醒 不用說了 莊瑞的人是誰 就是我們香港政府 大家想想 我們經歷了這麼多次 香港的大事 這幾年之內 有政治的動盪 有疫情的郵輪 其實 香港的人 和我們的高官們 都傲慢 仍然在這裡 仍然覺得自己是世界第一 最頂端的 於是 於是 我們香港的官員 甚至於權貴 完全沒有失敗 或者完全沒有廉恥之心 毫無警覺性 大家好像忘記了 我們其實 香港是我們 我們是 中國香港人 香港是我們的家 這是我們主場啊 我們是負責人來的 家偉 我們是香港市民 反過來 我問一問你 如果你去旅行的時候 你去任何一個地方 你會怎麼自稱自己 中國香港人 就是了 這個就是我們家 這個地方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作為香港市民 我們是否完全沒有責任 當然有啦 但是想想 喂 家偉 其實不關我們事 現在是說 我們的管理層有問題 我們是說 政府有問題 首先 我們要想的 就是 我們自己有沒有做好 防疫的工作 自己想想 在防疫期間 你有沒有說 哎呀 秋天是說 枫葉下來了 先逛逛逛逛 有沒有啊 吃煙的朋友 你有沒有在街邊 脫下口罩吃煙啊 你出街的時候 你有沒有帶一支搓手液在街上 你碰過什麼 有沒有搓手啊 你的口罩 是不是還好像 2020年的時候 口罩方 哎呀呀呀 三天才換一次 你用那個口罩 你吃飯的時候 有沒有亂擺 你回家的時候 你的衣服 你有沒有 一進去的時候 馬上大無私人走到家 把衣服 到處丟 而沒有先消毒啊 其實這些事情 我們香港市民 應該要做好 如果你要做好的 非常好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但其實是不是 我們香港市民 每個人都做得這麼好呢 當然啦 其實我們香港政府做錯事 真的慶祝難輸 應做不做不應做 做完 你說家偉啊 其實現在呢 林鄭她可能真的有機會 放寬一些事情的啊 為什麼林鄭會選擇 考慮放寬 其實她的說話當中 她已經說了 她說 我們香港市民 對這個防疫政策的 忍耐力下降 還有最緊張的說話就是 金融機構對香港隔離情況 失去耐性 是這句後面的說話 金融機構對香港隔離 失去耐性 之後就有很多的復常派出來了 大家想一下 現在好像有雞仙還是有蛋仙 究竟怎樣 現在在爛灘子情況之下 百業蕭條了 究竟怎樣才可以幫香港 重振我們以前的應該的高度呢 有一批人就走了 喂 你現在封的晚屎沒用 你恢復晚屎 你這麼晚屎沒用 你恢復回它啦 喂喂 你現在不讓人出街呢 或者你們這麼強硬的隔離措施呢 讓香港是做不到生意的 這些阿嘉惠剛剛說了 他是為自己的業界而說話 但其實我們國家一早已經說了 香港應該要怎麼做 夏寶龍副主席之前 其實已經在防疫會議當中 已經說得清清楚楚 要做四件事 第一 是強化部門之間的統籌協調 這個阿嘉惠經常說的 香港有統籌問題的 因為沒有人做統籌 協調 如果有做協調的話 醫管局 衛生署 民政事務署的電話 就不會分三個電話啦 如果有協調做得好的 一早就有人聽電話啦 簡單點這麼說 你三個電話線 駁一條行不行啊 沒有人聽電話的問題 你非線去在家工作的公務員 去聽電話行不行啊 第二 要全力地提升救治能力 哎呀呀呀 現在是說方初已經在興建了 醫護人員 醫管局的話 已經很努力了 我看到 但是好像有些 有心無力 說一套就做一套 我們仍然看到的 就是前線的醫護很慘 那管理層做了什麼 那近日我也看到有些新聞說 醫院裡面仍然是說垃圾堆積如山 接著就是衛生署和醫管局 和食環署安排多些車去 車走垃圾 其實現在非常時期 垃圾是否一定要食環署的車去清呢 一定的是吧 喂 賣家為你不要亂來啊 有些是醫護垃圾來的 告訴大家 因為現在的垃圾太多 醫院的垃圾太多 已經再不需要好像以前那樣 分紅色膠袋和黑色膠袋 現在一律黑色膠袋 還有沒有這些所謂的 醫護垃圾呢 可能仍然有的針筒 除了針筒之外 全部都是黑色膠袋 即是什麼 全部可以統一處理的 那你可不可以找外來的垃圾車去幫忙啊 第三 要改善中央援港的物資派法 林鄭就說 我們安排了民政事務處去做 那有消息就說 民政事務處說 哎呀 一天要派二千個 派不及啊 一天派二千個的話 其實是完全不足夠的 香港每天確診人士過二萬 你派二千個防疫包出去 還要搞不成啊 我無意只是說民政事務處 而是說十八萬公務員在做什麼 大家明白了 第四 是要統籌好中央幫忙援建的隔離設施 是要用好它 幸好四件事當中 鄧炳強局長已經很努力幫忙 統籌和用好 第四件事 即是中央援建的隔離設施 但其他呢 部門與部門之間協調和統籌沒有的 提升救治能力的話 喂 我又不覺得現在做得很好 簡單來說 分流你有沒有做好一點 哎呀 不夠人手啊 現在國家派了這麼多醫護下來 用好它 派發物資 不夠人手 求救啦 不是啊 對的 我是看到 香港政府 很多不同的政府部門 都在努力著 在不同的範疇當中去工作 但是 援急先後至聚 剛剛家衛已經說了 四件事 夏寶龍主任已經跟大家說了 是一定要做這四件事 這四件事是重中之重 不是啊 家衛 其實現在說限聚令等之類 真的讓香港的經濟很差 經濟好是否代表疫情會好 為什麼現在經濟這麼差 因為疫情問題 你一天不解決疫情 你跟我說經濟有什麼意思 林鄭也自己說過 你現在用出來的錢 其實她相信之後可以賺得回 那就是 你現在經濟所虧的 你現在打算做好經濟 但是你又因此說不妄顧我們的疫情工作 合不合理啊林鄭 做事有先後次序 你想想如果你真的強行 四月開始 哎呀我們做過一個中期報告 應該要放寬等之類 所以林鄭記住 第一 香港是要負主體責任的 做得好 讚你做得差 問責的 自己想清楚 第二 你如果強行是說 我特意做個報告出來 是說香港已經可以放寬的話 我就可以告訴你 說定給你聽 一二三四波疫情的時候 你就收緊 現在五波的時候 仍然是這麼高期來放寬 說不說得通啊 你是不是把習近平主席所說的 控疫壓到一切這句話 當它沒有到啊 最後一句啊林鄭 中央呢 是看著你做事 看著你做事 不要經常都覺得 哎呀不是 國家的話 就是一國兩制 國家主要來說 會堅守一國兩制 一國原則 尊重兩制 國家主席就不會干預我做些什麼 不要用干預呢 是應該是要發揮我們國家堅強後同的作用 以及發揮我們自己特區有的活力 雙方結合起來 才是我們香港應該有的能力 而不是你現在在臨自治這樣 我沒有責任要做這件事啊 或者說我依法施政我有什麼錯啊 現在是疫情重要一點啊 疫情很大件事 你是不是應該做好疫情工作啊 疫情工作意外的事 你想來幹什麼呢 如果記的利益者 他仍然是不斷要說林鄭你 記下的名字 跟中央說就行了 順德過程很容易失數二 你又要馬而好又要馬而不吃草就不可能 你一定要做取捨 記住中央說了 習主席說了 控疫是壓倒一切的任務 不要當我們的中央主席 習近平沒有到啊林鄭 不知道大家又怎麼想呢 我們歡迎大家下面踴躍留言 就如你怎麼看這件事 還有你有什麼情緒的話 我歡迎大家下面踴躍發洩出來 家衛我雖然未必能夠每一個都可以回覆大家 但我是每一個留言都會看的 記住了 踴躍留言和喜歡不喜歡也好 幫手先按個讚 還有訂閱我們論壯香港 按旁邊的小鈴鐺 按全部的話 Youtube開心起來 而我們有新片的話 你就有機會收到派片了 如果你是在看Facebook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讚好我們的專頁 還有啊 希望大家做我們的會員 因為做會員的話 我們會有一些會員專屬片送給大家 還有會有定期的會員抽獎 希望大家快點做會員 最後希望大家踴躍留言之餘 幫忙分享影片出去 令到更多人知道我們香港 國家和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我是家衛 下次再見 拜拜 應該派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